女孩只是得了小感冒 可医生却非要给她做麻醉手术 等醒来后 女孩总感觉医生侵犯了她 而医生却表示 这都是麻醉后的幻觉而已 虽然女孩没有证据 可她明显能感觉到医生在撒谎 回到家阿珍越想越不对 治疗感冒为什么要全身麻醉 那个医生明显有问题 于是她立即来到另一家医院 然后对身体做了一次全面检查 结果医生竟真的在她身体里 提取到了别人的DNA 这下阿珍彻底慌了 紧接着她就向警局报了案 可警长听后却满脸惊讶 因为阿珍口中所说的医生老白 正是她的朋友 而且老白还是名词善家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不过既然接到报案 警长就要例行公事去调查老白 而当老白得知自己被指控后 表现得非常生气 不过为了证明清白 他也只好接受调查 于是在警长的见证下 法医对老白进行了裁写取样 可经过仔细对比后 法医发现 老白的DNA和阿珍体内的完全不同 这就说明老白是清白的 很快警员就找到了阿珍 并且当着阿珍家人和邻居的面 大声地说出了检验结果 这下镇上的人都知道了阿珍被性侵的事 因此阿珍的名誉也全毁了 自己明明是受害者 可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 阿珍坚信一定是检测出了问题 于是他气愤地冲进警局讨样说法 可警长却表示 法医的检测一定不会出错 况且采取血样时他也在现场 他劝告阿珍 如果再这样闹下去就会构成诬陷罪 没办法 阿珍只好妥协 可接下来的日子 不管他走到哪 都会有人像他投来一样的眼光 所有人都认为他精神出了问题 甚至就连阿珍的父亲也同样认为 从此阿珍患上了抑郁症 整天待在家里不敢出门 有时他还会梦见被医生侵犯的场景 精神上的折磨让他非常痛苦 父亲健壮 只好带着女儿搬离了小镇 并且还为他请来了心理医生 经过医生的心理疏导 阿珍明显开朗了许多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 可直到有一天 阿珍的哥哥再次提起那件事 并表示要不是因为他 激怒了阿珍 自己明明没有做错 可为什么要受到所有人的指责 阿珍越想越觉得委屈 于是他再次来到警局 要求警长重新调查老白 可警长却说没有证据 无法立案调查 无奈阿珍只能自己想办法 他先是找到一名私家侦探 让侦探从医生老白那里搞到证据 可没想到老白非常狡猾 侦探费了很大力气 也只能得到他的口水 既然这样行不通 那就换个思路 于是阿珍决定 从其他人身上寻找突破口 很快他就找到了老白的助理 每天待在老白身边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阿珍开出大价钱 让助理说出老白的犯罪事实 可即便这样 助理也始终不愿说出 关于老白的任何事情 而就在这时 餐馆的老板认出了阿珍 接着就是对阿珍一顿臭骂 骂他为什么诬陷老白 而助理看到这一幕 也立即改变了想法 随后他就给了阿珍一份名单 名单上记录了老白治疗过的女性 而这些女性无一例外 都曾患上了抑郁症 看来老白不止侵犯了阿珍一人 于是阿珍立即 按照名单上的地址找去 如果女孩们能指出 老白的犯罪事实 那么自己不仅能证明清白 还能帮助其他女孩走出阴影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当女孩们听到老白的名字后 一个个都拒绝和他交流 显然女孩们都不愿说出 自己曾被侵犯过的事 但幸运的是 阿珍的行为引起了局长的注意 局长认为阿珍这么坚持 自己是受害者 那这其中肯定存在一些问题 于是局长要求 重新立案调查阿珍的案件 很快医生老白就被带到了警局 在众人的见证下 法医再次提取了老白的血氧 可经过仔细对比后 结果还是和之前相同 老白依然是清白的 阿珍怎么也想不通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难道真的是自己错了吗 而就在这时 老白突然宣布要搬到国外居住 阿珍清楚 如果再找不到老白犯罪的证据 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 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就在他束手无策时 一个女孩的出现彻底扭转的局面 女孩将老白侵犯他的过程 全都讲了出来 阿珍终于看到了希望 随后老白就立即被警察带来 而这次法医并没有从他的胳膊抽血 而是采用了指尖抽血的方式 同时还将他的唾液 以及毛发取样化验 没想到 这次的对比竟真的和阿珍体内的DNA相同 事已至此 老白也不再隐瞒 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他前两次之所以能骗过法医 是因为他在胳膊内藏了橡胶管 而橡胶管内装的正是其他人的血液 所以才会发生检验失误的结果 虽然老白的手段很是高明 但他终究也没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就这样 阿珍亲手将这个禽兽送进了监狱